你想象过人人消失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吗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的一个无人小镇 这里曾经居住了上万人 三百多户人家 曾经繁华的街道如今已变得杂草重生 你们在这个城搬了好久了 搬了好久了 搬了好久了 搬了几年 几年了 和你们选的哪里坐去了 我选的在下面那边 哦 什么 我们没搬 因为这样搬是无聊的 我们三斤的柴子 哦 像这柴子 哦 没说啊 我听说是有好久了 搬了吗 十年了 十年了 回来搬了 嗯 这是搬 在家网上跨来搬了 这个都搬了 你们看不到 我看了 没看到这个路就太大了 哦 你看完了 这个都给我搬了 好嘞好嘞 谢谢哈 大家好 我是小姐 今天呢 我和小杨特地来到这个 贵州省大游县 中林小镇 这个小镇呢 已经没有 已经四年没有人居住了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样的 哇 大家看这旁边啊 这就是一条被废弃的街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啊 这个左边啊 这个左边啊 就是卖手机的以前的商铺 大家看啊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看一下这个卖手机的地方啊 中国一栋 它这个还是挺全的 但是只剩下那个门面 里面都是空的 看这些杂草啊 真的是 人走后啊 这些草啊 就长起来了 它这里面好像 这些柜子都还没有搬走 那个柜子 应该是以前放手机的 能搬走 它已经早就搬走了 这些都是煤盒的 已经很老了 这里是一个全台 就是收银的地方吧 应该 这里可能是这里的主街 大家可以看到 两边的道路都非常地宽 而且两处的话 都是这些三处 这个三处已经看得清 它是做什么的了 已经只剩下一个框架 那边好像是一个幼儿园 可以看到 这边又有那些卡通的 卡通人物 我们去那个幼儿园看一下吧 走吧 这个幼儿园看起来 还挺那个 挺完好的 这个小时候 它是建了一个山谷上的 所以它的地势比较高 你看到这个雾子一直往上升 而且看不到一些温度 真的是满了 发抖 对啊 我们今天来的时候 过来的时候 那个天气都还挺好的 然后这个上面来的就是 这个雾气啊 都把这个笼罩了 现在我们去幼儿园那里看一下 小心一点 对 对 对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这个小店还是麻烦的 但没有消息 它基本上是居了300个户 然后 有上万的人的朋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幼儿园 它的一些 哦 这里面还画的有这些卡通画 它墙上到处都是 对 这个应该是以前铺的草地 走吧 那我们就先出去 好 我们再骑上去看一下 对 对 看一下啊 我们就不上去了 我们再到那个街道上面去看一下 它是从这里上去的 我快看这一排房子已经清闲了 对 这个墙啊 我们看一下好像有那种清闲的那种感觉了 好的 好吓人啊 这个我们就不进去了 可以看到它以前应该是一个理发店 因为它这个已经搬离了太久的时间了 差不多四年 它这些能用的东西它已经搬走了 所以你看它这里是做的 但是 从它这一排都是商铺来看 它以前还是挺热烂的这一条街 对 这个应该在开始拆了 哦 我可以看到了 这边房屋已经开了好多了 这边房屋已经开了好多了 对 那是独自有人 再次搬进来的厨房 这就是以前的房子 可以看到它 它里面都是那种钢筋啊 我们看到的已经被完成给拆了 哇 那个墙直接掉下来了 好吓人啊 这里又是一个三叉路口 哎 我们可以看到那里有一个 豆油条啊 豆浆 应该以前是卖早餐的这个店 走到这里面呢 真的是一片寂静啊 这里 以前是卖净水器的 这边都是商户和上面一样 对 这个街道还是蛮多的啊 这个小镇 应该也轻也挺大的 哇 这里也可以很明显来看到也是一个理发店 这房子好像是两层的 比那种格式 对 这个能看出它是卖什么的吗 卖水果 水果 应该是卖这些门窗 或者是叶子就要装出之类的 哦 卖窗帘 看到没有 上面有那个窗帘的那个照片 哇 这可以看到这个前面啊 这个草都长这么高了 这里发廊真的多啊 剪头发的 过来一条街有了好几家 看这里又是一家 这这边我朋友问到一个市场 大游县中林正人民政府 关于它的 关于地质灾害 灾避险紧急转移 哦 它是在2017年的时候 看到没有 9月8号 到现在的话 应该有 四年了 四年了 对 四年多了 已经有四年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那些煤矿 比较自然的风土 所以就算了 那也有点影响得不好 这个风真的好大呀 我已经快被冻死了 我的嘴巴已经 感觉世界输绝了 我们看这边啊 这个房子保持得比较好 以前是卖家电的 京东家电 这条街 比刚才那几条街还要宽啊 但是那边已经被拆了 估计这边 不久也要拆掉 这个街真的很宽 这里有个风采日化 是做什么的啊 化妆品 化妆品啊 哦 你们女人的东西哈 这个街头顶已经全部拆掉了 拆除了 应该还可以用吧 应该可以拆除了 这些木棍可以当财商 哈哈 这边已经没有了 这边是一个山 它这边是靠山的 哦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来这里啊 真的是有一点那种 怎么说呢 大家听啊 这个呼呼的吹 然后前面的雾啊 又看不出来 再加上这个本身一个很大的一个坠子 然后突然间没有人居住了 一个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再加上这个雾 其实有点深 但是又有点神秘的感觉 对 是不是有一种恐怖小树的感觉 看一下 这个雾啊 前面我们就最多看到一百米 然后远处就看得啥也看不进了 就被这个雾给挡住了 前面已经被这些石头给挡住了 我们去了吧 嗯 好的 那我们再到那边去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些房子已经在慢慢的拆除了 我们走了啊 好一会儿在这里 发现这里街道真的蛮多人 现在呢 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这里应该有好几条街道 听说啊 曾经这里也是居住了三百户人家 有一万人 但是现在呢 一片寂静 被荒凉 啊 这些房子的也会慢慢被拆除 哎呀 从他们走后 这边就剩下一片风 一片七七 跟我们有什么生气 对对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下次再见吧 拜拜